郭文貴議員 上來上來 好 請上來 時間暫停 彭副市長跟杜華局長 昨天 那個黃副市長 黃副局長到我辦公室來 那麼談的呢 當然還是大灣北段的問題 那談到一個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啊 市長只聽到 到大灣北段 聽到馬英九 聽到徐志堅就要抓狂了 咬牙切齒 連那個都罵出來 市長有話嗎 我相信有話嗎 沒錯吧 笑一下就好 其實齁 我真的很同情你 市政是延續性的 沒錯吧 前面人幹的事情 你後面要承擔起來 但是我要跟你說一句話 市長你聽說一句話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對 啊你又騙我 你只在後面幹死皇帝 你辦公室幹死皇帝 結果呢 出來都都點點 千錯萬錯 整個大灣北段的症結在什麼 在馬英九時代 胡搞瞎搞下來 那你氣 有道理 因為不是你搞出來的 不是你捅出來的皮肉 你只在那裡 你只在那裡幹死 麻 不爽 我覺得齁 不夠氣魄 我只要跟你講 應該都要怎麼做 誰錯找誰 這才是英雄 才是好欺騙 我看你好像你欺騙比較不夠 軟弱無能 有沒有 大灣北段我們一定會解決 我也希望說在 這幾個月就把它確定 然後就把這歷史工業解決掉 所以我準備來探討這個歷史的工業 這個歷史工業不是你造成的 其實齁 我們提到您許志堅的時候 都說朱立倫的許志堅 其實是誰的許志堅你知道嗎 馬英九的許志堅 馬英九的許志堅 在都發局長的任內 在副局長的任內 在總公司的任內 把整個都省搞得一塌糊塗 把整個都委會搞得一塌糊塗 所以 許志堅到新北市 是在台北市有練過 有練過啊 所以我要跟你講一句話 今天 你當市長算你倒楣要處理這個事情 其實齁 我是覺得啦 當市長以前好像都很聰明 馬英九聰不聰明 非常非常的聰明 但是呢 他事實上真的很信任部署 信任到過分呢 被許志堅耍得團團轉 所以才有今天大灣北段 本來大灣北段本來就應該要結束要處理好的 啊你呢 我覺得你智商很高嘛對不對 當市長之後也比較困難對不對 有齁 我跟你講 你以前你用林州民對不對 其實 林州民是應該來幫你解決整個大灣北段的問題 結果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要不只大灣北段啊 他的大巨蛋沒有處理好 齁 大草原也沒有處理好 齁 我講的 我們這大灣北段也沒有處理好吧對不對 其實我告訴你 應該要追求到底問題發生在哪裡 去追求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解決 但是呢 我發覺林州民是找誰 一個整個詐騙下來 其實這個像詐騙集團一樣一串下來 最後的受害者 是大灣北段這些買房子的 結果他就在看六萬塊的高發單 真沒力勒 我今天很簡單 拿這種東西 你看第一頁 市長馬英九 杜發局長許智堅絕行 這是不是民國九四年 好下一頁 你看齁 取消原句話 不准許住宅使用 規定旅館及住宅使用是比例限制 你就知道 整個馬英九的都市計畫 有夠亂吧 只有萬豪酒店可以做住宅 其他的通通不可以 你就知道許智堅搞什麼鬼吧 其實齁 市長我在想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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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好擦個嘴把整個大灣北段一起放過去 事實上本來整個大灣北段就應該放的 怎麼會沒放呢 後來我回家想了半天 終於想透了 一堆一堆吃完萬豪酒店 再來吃美芙再來吃哪一塊 這我想的比較壞 有沒有壞透 其實我告訴你 就前面那一頁 市長馬英九 都發局長許智堅覺醒 如果我當市長 你把他撩個槍斃 我那個陳怡中也不敢當市長 我問你柯市長 你敢不敢 鄉州公務你敢不敢 只准一塊你敢不敢 不敢喔 那你跟我一樣 但是你沒有共同的缺點 就是很信任部下 一個信任許智堅 這個林州民 我要跟你講 這種都市計畫做得出來 就表示馬英九十代的都市計畫 又夠爛 用喜智堅 這裡要關 我怕不會關 市長你也不敢 我知道 我知道 在下一頁 我告訴你 其實 你用林州民 其實也有一個問題 其實 大灣北段 百萬一八十以上的祝福 並不知道 不得做住宅 其實十幾年前的時候 沒有人提到這裡不得做住宅 那麼 使用執照 所有人都不得做住宅 所有權狀 通通沒有寫 不得做住宅 甚至 連這支牌子插在那裡也沒有 勝無辭職 也沒有插一個牌子說 不得做住宅 好 那我問林州民局長說 啊 大灣北段的居民 怎麼知道不得做住宅 那去買呢 他說 我寫在都市計畫書 洗乾 多一個人 買家的去看都市計畫書 這頭這頁 教長 你去看嗎 第二頁也看不到 所以 這些人 百萬一八十 都是被騙的 而且 而且 有的是二手 有的是三手 還有的是小平數的 單親的 甚至還在繳貸款 林州民 六萬塊就罰下去 市長 你有沒有靈敏之心啊 這個人敢不可憐心 市長 我是感覺 你們要好好考慮 他們是受害者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這個整個詐騙集團 從馬英九到市政府 到地主 到最後的被害者 這些人 是怎麼樣下來了 好 我們來看 黃大洲時代的都市計畫 我們看 左上角 這是商業區 一共 有三十九公頃 那 右邊的 慶工業區 一共有 三百九十公頃 是十倍大 就是因為 有這十倍大的工業區 做他的商業區的後盾 以及駐台區做後盾 所以大灣北段叫副都心 是一個商業的中心 所以 區段徵收的時候 八十一年以後的度算計畫 區段徵收的時候 我們的地震處 很明文的規定 你要來抽商業區 抽一坪 你可以抽到住宅區 1.5坪 你可以抽到大灣南段 的倉儲區 工業區 兩坪 所以這是一個很公平的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等於 就像一個契約的關係 就是說 商業區 可以做商業 工業區 只能做工業 我相信 這是一個 地震處定的 這是一個政府 跟老百姓的契約 跟大灣北段 要領回土地的這些人契約 那政府要不要信守 信賴保護原則 其中 對齁 政府 一定要信守 這個信賴保護原則 才算是一個政府 好 我們來看下一頁 馬英九時代的 都市計畫 民國八十八年 內湖清工業區 輔導管理辦法 我一直認為 這是一個違法的辦法 在民國八十八年 到九十九年之間 經過十二次的使用開放 把整個 大內科 清工業區 都變成了 大內科 變成了 類似的商業區 當三百九十公頃都變成 類似的商業區的時候 其實 大灣北段 那三十九公頃的商業區 會不會掛掉 掛掉了吧 所以 今天我現在先討論這個問題 現在大灣南段做什麼 大灣北段 跟大灣南段 是同一個都市計畫 內湖清工業區 一個都市計畫 叫重劃 好 那我們來看大灣南段現在可以做什麼 好市多 佳樂福 大潤發 IKEA 所有的家具的賣場 以及辦公室 是不是都在大灣南段 對不對 沒錯吧 副市長沒錯吧 這些 如果照黃道洲時代都市計畫 有信賴保護原則 這些應該都設在大灣北段才對 對不對 對齁 所以我不曉得 一個沒有信賴的 沒有值得信任的馬英九政府 露出了這樣的一個東西 好我再來講 大內科裡面有什麼 大內科裡面有企業總部吧 企業總部是不是應該放在大灣北段 沒錯吧 很強的商業行為 辦公室 你是內科的餐廳有什麼餐廳 有很大間的千坪的 有最貴的一顆好幾千塊的 其中你知道 這些餐廳應該照說是都要在大灣北段 好賣汽車的 我住在內湖很不準 最貴的汽車什麼馬沙拉蒂的什麼 我搞不清楚了 是不是都在內科賣 對不對 這些汽車是應該在內科賣 還是在大灣北段賣 應該 副市長應該在大灣北段吧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講貝克漢 貝克漢是一個健身中心吧 還可以打高爾夫球 有沒有很爽 一千五百坪 在哪裡 在內湖輕工業區 這個應該設在哪裡 是不是設在大灣北段的娛樂區 對不對 所以 講到這裡 請問市長 大灣北段還能做什麼 喔我再講一個笑話 內科這些菜團說 欸我們很多外國的客人來 啊怎麼辦 能不能讓我們也來設個旅館怎麼樣 富士長你覺得這樣好 夭壽喔 夭壽喔 你知道現在大灣北段有什麼 一個美麗華對不對 美麗華為什麼活著你知道嗎 因為美麗華土地是皇家原來的 所以土地不要算成本 所以他還活著 艾瑪有沒有掛掉 艾瑪掛掉了 所以那大灣北段只剩下什麼 只剩幾個大餐廳而已 其他是什麼你知道嗎 大砲轉用區 信不信 市長你聽不懂 專門來抓議員跟抓立委的 你聽不懂 不知道 市長做假 全部都是hotel跟motel 專門抓議員抓立委的 是不是 抓了很多議員抓了很多立委吧 那為什麼 他們在那裡設hotel motel 沒有 因為大灣北段已經毫無商機了 如果有商機他要開hotel motel 他不要吧 所以市長我不跟你講 如果有任何人在跟你講一句話 大灣北段是富都心捷運來的 他以後百年以後 他多發達還是富都心 那個人嘴巴會爛掉 說八慘 大灣北段已經毫無商機了 為什麼 通通被內科取代了 內府的情況取代了 對不對 我說我這樣有利嗎 誰的錯 內府的情況去富大管理辦法的錯 好 那我再跟你講一下法律的問題 原來 黃大洲時代的都市計畫 馬英九要不要遵守信賴保護原則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我們念信賴保護原則的法令給你聽 馬英九違約 法院在進行違憲審查時 乃在保護人民對於國家正當合理的信賴 人民因信賴特定行政行為 行政制法秩序 而政府安排其生活或處理其財產時 不能事後因行為之變更 而影響人民既得之權利 使其遭受不可預見之損害 大灣北段有沒有遭受損害 有啊 峰會地主好慘啊 七一七一慘慘 慘慘其妻 中華民國行政程序法第八條規定 行政行為 應以誠實信用這方式為之 黃大洲時代定的 是政治延續的 馬英九要不要遵守 誠實信用 要不要 馬英九要不要誠實信用 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其中 違反的信賴法護的原則 其實講到這裡 我在講 內科分為土地的是我內府的鄉親 大灣北段分為土地的也是我內府的鄉親 跟松山跟中山 分為以後 因為內科已經變回商業區 眼淚在掉 後來 因為 要蓋 要蓋這個商業區 辦公室賣 賣給他沒有人要買 所以呢 他就偷偷地跟建商合作 因為市政府 毀約 詐騙了他 他就跟建商一起合作 詐騙了現在 今天都來了 大灣北段的祝福 所以 一個騙一個 馬英九為首的馬英九政府 是政府啊 詐騙了大灣北段 分為土地的我的鄉親 我的鄉親呢 再變成詐騙極端 詐騙了大灣北段 這些成購戶 為什麼 因為他 辦公室賣不出去 就騙那些人說 欸 這麼大的 被騙的人通通在那裡 好慘喔 所以 講到這裡 我們市長 所有的 騙人的詐騙集團 都沒有事 最後 無知的受害 無知的受害者在那裡 有道理嗎 這是你林州民 一副花了八萬塊 有道理嗎 六萬 有道理嗎 你沒下去喔 我們 我們 我們想要解決 那 我問題 詐騙集團 誰才是詐騙集團 你跟我講 沒有 我想是這樣 這個叫歷史工業 對啊 所以詐騙集團 台北市政府 沒錯吧 你要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 從馬英九到現在 你既然有勇氣當市長 你就要承擔起這個責任 對不對 要對那些受害者 有一個交代 我再跟你談下去 其實喔 你這兩天消貓咒 我也很支持啦 阿 媽咒有沒有跟你講 怎麼樣才能選得上總統 沒有 沒有 太遜了 媽咒跟我講齁 他叫你去拜趙騰雄為師 你就能選上市長 選上總統 對不起 你相信 因為趙騰雄 可以預知未來 趙騰雄 可以決定未來 你相信不相信 寫在台北市政府內湖區公所內湖字 寫得一清二楚 今天要相信 來 我唸給你聽齁 民國八十一年 內湖青工業區 雛形已逐漸形成 原本 構想是規劃第二種第三種工業區 包括 汽車修復區 金屬製品 機械設備 印刷等等 伸展專區 這是公業區吧 民國八十四年 遠雄企業集團 趙騰雄董事長 看中了此一百余公頃的園區寶地 其中 八十八年已經沒有園區 八十六年 率先於梯頂交流辦行 完成了遠雄內科 也沒有內科 第一棟 廠辦樓房 其中 哪來廠辦 八十八年那又是違法 在八十八年之前 只有廠房哪來廠辦 所以 趙騰雄有預知的能力 他知道 民國八十八年 一定會有內湖區 親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 所以 我們內湖人很可憐 等待了幾十年 從年輕等到老 分給我們的土地是工業區 我們種田的 不知道怎麼辦 趙騰雄說買來賣給我啦 我來蓋 我來蓋 蓋完了以後 他用工業區的價格 買我們的土地 買我們內湖人的土地 用廠辦辦公室 賣給廠房 賣辦公室 賣辦公室 有惡情有夭壽 欸 欸 市政府聯合趙騰雄 詐騙了我內湖的鄉親 空 空 有空 他怎麼 所以你誰趙騰雄做財富才知道 趙騰雄知道說 阿拜 你也算做總統 不可以的一碼 給你頂個班 給你做總統 這不叫關山勾結叫什麼 來 各位 短短的十年歲月 遠雄企業 在內科合計的蓋 蓋了四十一棟廠辦大樓 這傲人的建設成績啊 是沒有第二家建設公司可以替代的 歐蜜 市長 你要去感謝英雄欸 市政府配合 詐騙了我內湖的財產 告一告 詐騙以後把它變成三位區 又幹掉了我的大灣北段 我們來看下一頁 那時間暫停 廠發局長 民國八十八年 內湖青工業區 福島管理辦法 第四條 左列工業得在本工業區的成立 這講的是工業沒錯吧 局長 沒錯吧 是齁 馬英九這個混蛋 把這個當作商業 違法亂計 再來看下一頁 突立了大灣北段所有的廠商 突立了遠雄 秀立我大灣北段的內科的住戶 來再看他的法規會解釋 他說啊 該園區分為科技園區AB區 並予以比照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 第三種及第二種工業使用 這使用組別 從事業務產品制研發設計修理等業務 該外 隨今 變更名稱 原委內 武器工業區 其實實際上 乃屬同一 講的還是什麼 還是工業區啊 最後 胡說報道講了一對以後 最後一行我沒有時間來講最後一行 為 長遠 與妥善之處理方式 乃以相關規定修正本辦法為何 他解釋內湖清空業區胡打官民的辦法 是一個很爛 不適合思議 要趕快改 二十年來有沒有改過 閘發局長有沒有 時間暫停 有沒有 都市計畫沒有做調整 都沒有改過 那個 時間暫停一下 那個 那個 法務局的局長 我只問你一句話 時間不多 這個辦法好不好 這個辦法好不好 這個辦法 袁章他是金議會審認通過實質的一個 直接再停 所以我沒辦法 時間再停 沒有辦法回答 好啦沒辦法就好了 爛才沒辦法 你才不敢回答 如果好你早就回答了 好我們再看下一頁 你們把八十一年的都市計畫 八十一年的都市計畫你們知道是誰嗎 八十一年沒有你都發局 八十一年是公務局下面的二科下面的都市計畫處 公務局長是誰你知道嗎 中將 八十一年的都市計畫 黃大師說中將湯 他懂得都市計畫嗎 隨便亂訂 然後你們把他當做聖經 好你們把他當做神經 他說大灣南北段總人口是不是兩萬兩千人 好兩萬兩千人 那他說啊 商業區啊以不容納人口方式管制 你們把他解讀說不得做住宅 如果不得做住宅 如果不得做住宅就寫不得做住宅就好啦 那如果以容納方式管制呢 就是用通盤檢討 第三十一條 因為這裡商業區有三十九公頃 他只能有九公頃 所以最後用 以不容納人口方式管制 所以大灣北段商業區有說不得做住宅使用嗎 規則根本沒有講 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是不是兩萬兩千人 大灣北段住宅區都住滿了 現在住八八六六人 大灣南段住了四九一九人 還有八千兩百一十五人 就住在天上還住在地底下 亂講 這八千多人就是要住在商業區裡面的 跟娛樂區的 再看下一頁 冰江國中冰江國小 是不是在娛樂區的對面 沒錯吧 冰江國中冰江國小 只能照出這個圖裡面的學生 右邊是提領大道 左邊 北安國中 大直高中 學生通通收走了 要國中幹嘛 就是要招收 大灣北段商業區的學生 你們把他 說不得做住宅 不得做住宅 冰江國中本來要招收一千四百四十人 現在只剩一百五十人 要不要廢校 亂解釋 大灣北段本來就是可以住人的 沒錯吧 用這個來推理 我說 市長 講到這裡你們覺得很慚愧嗎 千錯萬錯都是都市計畫的錯 千錯萬錯都是市政府的錯 你們膽敢 你們膽敢 有種 開他們的高發單 有良心嗎 貓貓你們的良心 你們跟林澤民一樣 是不是 但是 講到這裡我是說 那實在是 我是覺得替他們報復評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不知道不得做住宅使用 你們硬說他明明知道跟他開高發單 整個錯誤 都是市政府的錯 都是都市計畫的錯 都是馬英舊那個時代留下來的錯 都是歷史的工業 我們現在選你柯文哲當市長要幹嘛 你就是要解決歷史工業對不對 對 那你要怎麼解決你講給我聽 這個我們有開過很多次會 請杜發局長來說明一下 好謝謝陳議員的指教 陳議員確實很深入 我想以往的種種我們就 我們剛剛就聽了 現在這樣子我們這個案子 類似中任區都沒有檢討 那也提到都委會 都委會開了一次的專案小組 那下禮拜 大概下禮拜或下些禮拜會開第二次 那我們 民眾的意見 民眾的聲音還有議員的意見 我們都有聽到 所以我們會比較有務實的方式 因為投滿檢討就是依據都市成長的一個一個趨勢來檢討都市計畫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都委會所提的這個方案 這是很務實的啦 就是應該是 對 馬英九 就是不用都市計畫 那些被騙的人已經去買了怎麼辦呢 這個部分會列入我們都委會來做一個探討 那原則上我們會來尊重民眾的意見好不好 我跟你講齁 這些真的是受害者 很多是小坪數還在繳貸款 也蠻可憐的喔 拜託你好好處理好不好 集中 我不是罵你 我知道 我們來解決 好時間到 接下來第二組